生命纪 第34章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 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激烈全地指导弹 拿福塔利全地 以法连马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指导西海 南地和宗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指导索尔 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 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博皮尔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 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 年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嫩得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 并他的权地 行各样神迹其事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掀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